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将专业智慧投入的心情 传播天下本一家的和谐理念 广纳关怀与温情 能使家庭、社会、国家 在一片祥和之中 达到天下一家亲的真实意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台湾水泥公司前台北水泥制品总厂 以及前高雄古山水泥制品厂总厂长 何里红何厂长 各位的电视前面的贤士同修 十方善知识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真的非常的难得 邀请到就是 我们这么多的水泥厂的总厂长 这个我也不会介绍得很清楚 譬如说您是台北水泥制品厂总厂长 还有就是高雄古山水泥制品厂的总厂长 这到底你是带了几个厂 北七的话是从新竹三个厂 桃园三个厂 台北三个制品厂 还有宜兰一个厂 总共十个厂 在南七的话是从嘉义宜兰到小港九个工厂 是 所以每一个工厂里都有它的厂长 可是你是这边所有厂的总厂长 我必须要总负责这十个厂 这九个厂 那是两个地区不是同时 我是首先是93年到96年 去南部负责这样 那每个营业有大概有大概三亿四亿 那北部地区每个月的营业有在七亿八亿这样 我必须总负责这这个厂 台北总厂是96年的四月 那个孤承宇 孤老板要我大概认为说这个营业比较大 要我上去 是是 不过我听说那个时候 何厂长当初大学毕业的时候 要考进去 这台湾水泥公司 那个时候是业务部嘛 听说筛选的很厉害啊 因为当初的时候台湾水泥公司是十大企业之一 所有的很多的毕业生都想进去 大家也认为说台泥公司的薪水不错 所以当初是民国六四年是要招考三个人 那据我所了解有大概有三百五十几个人报名 然后后来人事室通知五十个人来参加考试 要录取三个嘛 那这五十个人他的筛选是怎么样 国立大学筛选三十五个 市立大学十五个 然后这样的五十个人来考试 那成绩的前十名 然后再考试 考试到最后录取三个人 把你的他的成绩的挑选是 学校成绩占百分之五十 比试这次比试百分之四十 考试占百分之四 那我是当中三个人当中之一 哇太厉害了 可见当时你的实力相当 因为可以从五百多个人当中 然后挑选三位就其中的一位 那时候您考进来的时候 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他考进来 他先派我到积合市 积合啊 积合就是积合这些业务 或者是说所有其他的这样在磨练我 然后大概两年的话 就把我调到去采购 又调去材料的管理 因为我们读管理的材料管理 采购大概都那个 那就到最后 是把我才民国七十二年 才调我下去升级内销科 当现在叫做妇礼 妇礼 这样子你也经过六七年的奋斗 可见实力相当的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样步步高升 一直到当医务部的经理 一直到这几个厂的总厂长 那是不简单 那何厂长本身是住在哪个地方 你说我家住的 我老家是在我们这边永春东路下去 就是那个文山里 是是是 所以原本就是台中人 我台中人 我在台中一中毕业 我就是开始在外面飘破了大概快五十年了 是是不过真的这是一个人才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何里红何厂长 现在呢正式加入我们义京大学 就是我们的义京风水学院 那硕士班来学修已经多久的时间了 我那时候其实是 我刚98年毕业的时候 然后早上在看这个 退休还是毕业 我退休的时候才 我退休了才去看到我们有微信电视台 因为在刚好在看那个宽谦师在讲活法 然后转一转隔壁 怎么有电视台 然后我再看了一下 那时候刚好说要招生 要招那个协分班 那因为他还要报考 那时候我是第四期 那我就去考 结果让他考进去读两年这样 是太好了 所以说真的 您在我们的社会地位那么高 也经过那么多的奋斗了 成绩也都是辉煌 但是呢进入我们义京大学来学修 刚刚好我们有这机会呢 跟我们的何厂长 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说之前其实在65年左右 我们的65年间的左右 我们台湾呢其实那时候 经济正在起飞的时候 尤其那个时候呢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考 初中也要考 高中也要考 然后呢到处再补习打个半死 可是呢还是真的有些很难得才能考进去的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当中呢你是从65年考进来吗 对65年考进来 那退休的时候是98年 98年 哦是是是 德章中呢你从事了这个制品厂的业务 有什么样的心得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现在其实台湾的时局有很多 都有变动不太一样了 虽然是台泥还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但是你在这里 你觉得你得到了最多的是什么 我首先其实我一直是在负责前台湾的水泥的那个内销 是水泥内销 是 到93年那时候那个 孤老板 孤承宁 换了叫我去制品厂 制品厂是水泥的成品 制品 所谓制品就是水泥的制品 是哪一些可以告诉大家吗 其实水泥普通来讲 一般来讲普通的 到最后的制品是在一般混凝土 这是台湾的整个 整个重心的销售的重心所在 是是是 所以一般混凝土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路上啊 有些车子它后面带个圆圆的这个东西 然后它就一直转一直转 那就是里面就是装的都是一般混凝土 因为它那个一般混凝土 它有一个40分钟的 你不再会有 马上就会凌结 它的转就让它能够减缓它的很快的凌结 但是只要它有40分钟 你必定要能够到达工地 这是它这个一般混凝土产业的特性 是是 所以你在台北水泥制品厂 或者是高雄古山水泥制品厂 其实都在做这个业务 那里面就是一定要把这些先搅拌好吗 对 这个一般混凝土是 是变成你必须 原来我在负责那个前台湾的水泥销售 那时候只有坦白讲 只有负责销售水泥 但是呢 你至少住品厂下去的话 变成说生产跟销售 你必须要总负责 不同的不同的性质 是是是 所以你这是要不但要生产 还要再做销售的工作 对 可是你在大学 学的就是管理嘛 对 那销售的时候是 也是进了公司再来学习的吗 那销售当然是 像普通 最一开始六十年进去的时候 到七十多年才让我到业务部门去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销售 当初的台女有 在前台湾有十三个营业手 从台 从这个桃园新竹下季高雄 总共十三个营业手 坦白讲 我那时候就是 就是总染这些 前台湾大概有两百六十几家的经销商 那经销商大部分 也可以卖散装 卖散装就要卖给一般粉泥土公司 所谓的散装是哪一些呢 就是水泥 你必须一般粉泥土工厂 就像一般粉泥工厂 它是水泥 散装水泥来 然后把你扎实 还有那个像现在还可以 加上了飞飞 还有加上一些化学药剂 这样的话才能变成说 一般粉泥土就是孔 人家说孔骨粒 孔骨粒 孔骨粒就一般粉泥土了 是是是 哇这个 如果看到哪个工地 正在起建大建设的时候 这个车是非常的多 而且要转来转去 原来就是一定要从工厂里面先预办好 再送过来 那还有我们看到一些像水泥啊 像一些包装一包一包的 用那种卡其色紙袋包的那个颜色 那个也是水泥啊 那个是带桩水泥 是 其实现在台湾的整个 带桩桩水泥 整个台湾来讲 看平均起来 带桩大概主战的整个市场占有率 大概才25%到30%而已 大部分都是在散装 因为散装才能够真正的 所有的公共的基础建设 还有整个建设 大楼建设 都是要用散装 给一般粉泥土工厂 然后他把你办好 送到工地票 是是 所以其实我们非常的高兴 就是说访问到我们台湾水泥公司 就是我们的台北总厂的前总厂长 还有高雄古山的总厂长 来告诉我们这些 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不晓得说 到底这些车子转来转去 它还是需要有时间性的 不过这些产品的用途 在我们65年 我们那时候是刚刚好要十大建设 经济要起飞的时候 那些的用途大概都会用在哪个地方会用得到 其实那时候的水泥的用途 一样是一般粉泥土 就恐怖力为主 因为你的高速公路到最后当了桥梁 但是普通也不必要有那个粉泥土 桥梁或者那个路的路壁 尊重的到最后的水泥的用途 到最后是整个带动的经济景气 深圳的台湾的水泥的需求最高峰是在这个十大建设以后到民国的83年平均每一个人消费水泥1300公斤 这怎么说 这整个带动经济的话很简单 没有没有整个这些十大建设带动经济起来 这整个人口都市集中化 才会有这个大楼起来 是是没错 这个是在大楼起来 坦白一个一般粉泥土 一个大楼 大概一 人家说一般 大概可以用5.3到5.5的一般粉泥土 是 米 大概就讲米 立方米 是是是 所以当初当然我们知道就台泥公司那个时候是取止第一的啦 可是我记得小时候在乡下的地方 我们附近没多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环球水泥 那大概总共有多少个水泥公司 斟着大家呢 在同行业竞争呢 这个水泥公司大概那时候米国六十几年了 只有十大概十家 十家 因为为什么你做水泥厂的时候 它固定的资本一套的设备可能都要十几亿 后来慢慢的更贵嘛 所以说而且你必须要更靠近石灰岩的地方 你原来的环球是在你那知道 那个是在台 台 他那个算是环球是在台南 高雄县 是是 那个地方他有有那时候还有加薪也在旁边 但是最后 到最后呢现在坦白讲 现在这些西部的矿场 因为环保运势 所以说西部的所有的水泥矿源 通通已经关起来了 都不让你开采 现在只有在花莲 和平 湿澳 还有东澳 有这个让你水泥厂继续存在 是 所以你刚提到就是说除了我们的台泥公司之外 环球 加星还有哪一些 第一个台湾第二大的是台泥最最大了 第二个是亚洲水泥 亚洲 它是在泰鲁阁那边 原来它在竹东也有但是竹东先来关起来 是 再来下去是 加星 是 环球 是 但是南部的 是 北部地区 是幸福水泥 幸大水泥 还有 栗坝 栗坝后来就转给润泰 是是是 东部 东部大概就是因为我们的涨泥厂的是设在那边 这个水泥它的特性 第一个这个东西笨重 运输费用很贵 运输费用很贵 贵 所以呢 为什么 坦白讲整个销售变成会有局限 这个产列的特殊 坦白讲就是寡占 就是什么东西 寡占 在经济学上寡占 是 北部的大概就北部厂 南部就是南部 加星 环球 还有信心在加域 在那个 加域线 就只有 就有信心 这个东西 你要销售你说叫环球 印到台北 那我输人家 太遥远了 对 所以说真正的 能够全台湾销售只有台泥跟亚泥 为什么 我们在台中港 在高雄港都有设那个赛楼 赛楼就是赛楼 因为 就是除库啦 那边可以办包装水泥 也可以 最主要是要花散装水泥 是 因应各地去这样 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要面临将近10个水泥公司 大家业务的竞争 对 是 没错 所以不简单 你要那个时候在学习打基础的时候 在做从集合开始就要开始去了解这整个状况 不简单 不简单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起来 如果说 以 当今自己自家的水泥公司来讲 比如说你现在 以前在台泥公司嘛 以自家来讲 当然这些都是竞争者嘛 可是如果我们说以我们看天下一家亲的眼光 把它放远的话 我们真的感恩 这么多的水泥公司带动台湾 这么样的繁荣 实在是不简单 让我们大家其实过得非常好的一个生活 不过那时候 这么多经济在起飞到了65到82年之间是最好的时间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台湾的水泥这样够用吗 其实刚好在十大建设的时候 那段时间 因为没有新加日者 像说十大幸福他们就 后面才加进去 加薪的也是比较早 但是后来这样的家界 反而生产 因为这个产量有在看需求 反而到最后并生 供给大于需求 是是是 所以都必须 像这我们台泥 还有外销水泥 那万一不够的时候呢 万一不够因为我们台湾 有 这个进口水泥 没有关税 也可以进来 但是水泥要告诉你 每一顿 因为有牵涉到那个 有300 货务税叫350块 但是进口 跟那个内宁国坛的 东东要有 320块的货务税 这样 所以其实当初可能台湾的情况也是不太够的 虽然功过于求 可是呢在我们十大建设可能要用到很多很多 而且经济起飞的时候不够还是可以进口来 那现在 您在你退休之前台湾的水泥够用吗 够 甚至还要 还有的地方还是在外销 是 但是你刚刚有提到的这些水泥 我们提到水泥都是 已经做好的东西了 如果这些的 原料 到底要从哪里来 你刚刚有提到这个 石灰岩 这大概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才有的 所以说石灰岩普通 像以前那个高雄 我们台里高雄厂就是那个 寿山 半屏山寿山 半屏山是东南水泥 还有正泰 东南也在那边 还有一个建台 以前也在那边 高铁那边 那现在都不能够开采 所以这个厂也几乎都是关起来了 有的他们是怎么样来呢 进口塑料 塑料就是他们 石灰岩烧好了 进来研磨 那个塑料 石料就是石头的原料啊 不是 石头去烧过1000度以后 变成石料 喔是 它会打脆 倒到最后变成一个 一粒一粒一粒 是是是 变成石料 然后加石膏 研磨 变成水泥 喔是 是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多吗 因为 台湾的山虽然很多 可是我们要开采 也是要合法性的 对 所以这样够用吗 所以现在 现在是 都大部分只能够 现在东部 因为光台泥的和平厂 一年的产令就可以将近600万吨 是 600万吨 是 啊那个在我们在4澳 好像叫200 我记得是250 因为坦白讲 有的那个 因为我是小时候 在我们在还有花莲厂 也150万吨 台泥来讲 光这三个厂加起来 生产就会将近1000万吨 现在呢 民国83年的时候 全台湾的水泥 需求是2700万吨 现在 到气壤 我昨天 我记得 只剩下 需求到1200万吨 水泥盪下来 需求盪下来 是 盪下原因是 我们的建设少了吗 对啊 你基础建设 现在 高市公路1615 那个捷运也都盖好了 台北的捷运都盖好了 高雄捷运也盖好了 是 对不对 现在只能够民间的需求 大楼 大楼也慢慢的 有的该有的有了 是 所以说现在的需求你看从 最高的2700万吨 盪到现在 剩下 剩下1200万吨 台湾的人口 原来那时候 1000 平均每一个人 可以消费水泥是 1300多公斤 是 现在到器人大概只剩下500公斤 我就是一个趋势就是这样 是 那不简单 要从事一个大企业的一个高阶主管 必须要对这一些的 时局的变化 需求的变化 都要去调查得非常的清楚 你才有办法在 你跟每一个厂里面去督促 每个业务上去督促 真的不简单 这一些的话都是你从学校里学来的吗 这个东西其实也有 现实的手臂了 但是因为像我读的管理 在行销 或者是生产 那个都是 变成说还有组织 还有策略的管理 其实真正的话 坦白讲到最后我是在 或是在这个行销方面 那就行销方面当然 你必须要掌握整个的 气数的变化 尤其这个可以讲的 我当时后来在这一半粉泥土场 这个东西 我叫我一个副理必须负责 你帮我每个月统计 所有全台湾各县市 它所核整的那个建造 一段造半年就要 要盖 那这样的话可以去意测 它这个水 这个一半粉泥土的需求 是 水泥当初因为是 另外的不同 水泥变成说 各地去各地去的不一样 是 所以你当初特别的有眼光 先看到说我核准我要开始 兴建了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要的地方了 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了一个整个业务的对象 行销的对象 所以先去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战略呀 其实 这个东西 假如说你 一个当一个主管 你必须要掌握这个气数 所以说我当初那时候在民国97年 从台北不是要盖到那个桃园机场 这个机场在整个的捷运 当初我从我的气势我看到 这个可能这个整个的 一半整个的景气会下来 所以我跟 孤老板说 我这个东西 这个决策 我只要能够 cover我的变动成本 我就接 那普通人来讲 你固定成本没有回来 你为什么还在接 但是这个牵涉到说 你的判断 让能够有些这个 能够做一个基本的营运量 或者你要 你要通通赚钱 不可能 先当一个 基本的能够运作 是 所以你接了吗 接啊 接 当时的 只cover变动成本 是 但是我必须要跟老板分析 那跟老板分析我必须要用我试剂 我整个试剂 我叫我的 我的 负责 全台湾 这个 这个 他的 政府 政府申请的那个 建造多少 是 因为建造当之贵 半年就要开 是 所以当你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觉得可行 但是也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决定了 因为还在跟老板讨论一下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做了以后成果会怎么样 那 接不接 要接 你有什么样的说法 一定要 让老板很肯定 这个时候你来接下去 所以你看看 你现在来接这个 从台北到桃园这个捷运 其实 也是让大家很怀念 虽然说 不管他建设的怎么样 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意见跟看法 可是呢 他毕竟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 所以你看看 你这几年来 因为从事了这个业务的工作 其实有很多呢 就像 我们知道就是说 有一些的建设 高楼大厦 这么多 也都经过你们的判断 或者是结构体 你觉得你内心有什么样感受 这个感受是这样 所有的认为的建设 坦白讲 一般粉泥土 都是在都会区的工厂都会区 在乡下的话 比较少 所以普通的 所有的一般粉泥土 都会在都会区的边缘 去干 就像台中 在大雅 在大渡 还有后来我们去租的 在那个大理 还有草屯 还有草屯 现在不再送我们 益京大学 新的盖大楼 那个是从草屯厂去送过去的 是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说其实身为一位高阶主管 不是只有名称而已 真的就是要从基层干起 然后呢 对我们的整个结构 分明 而且你的整个业务的方向导向要非常地清楚 判断也要非常地正确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难得邀请到的就是 台湾水泥公司前台北水泥制品厂 以及前高雄古山区水泥制品厂的总厂长 何立宏 何厂长 今天谢谢你继续访问 谢谢感恩祝福你 感恩 同时也感谢收看 天下一家亲 有很多的事情 其实 如果没有专家自己来分享我们 我们其实 并不是了解得很清楚 今天也是一样的 分享给大家这么多的智慧 也祝福大家 天下一家亲 天下一家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